你好我是Jani 今天我們聊的主題是 John Moran 差一點完成另一次死亡之寇 影片中所有的數據結至2019年12月21號 我們先來介紹這名年輕的球員 畢竟他今年是第一年打MBA 身高6.3 今年選秀第一輪第二順位被輝雄選進MBA 目前場均數據為18.9分6.5助攻 這兩個數據都是信秀之中最高的成績 而18.9分的場均得分是目前聯盟的第35名 6.5助攻則是聯盟第17名 也因為這樣出色的表現 所以他也順利收下11月份西區最佳信秀的肯定 基本上他也是本季年度最佳信秀的熱門人選 實際上一名信秀或年輕球員要被球迷快速認識 最好的方法就是場上有讓球迷印象很深刻的鏡頭 也因為如此 很多年輕球員會去參加冠籃大賽 因為冠籃大賽是每年全世界球迷關注的焦點 又比方說在場上做出很秀的個人動作 這些都會透過媒體的放鬆 也讓球迷更認識這名球員 今天灰熊對上騎士的比賽 Morane就做到了讓球迷印象深刻 他在一次進攻當中試圖飛過騎士隊的艾神灌籃得分 但最後這一球並沒有灌進 不過即便是如此這個鏡頭還是攻佔了各社群媒體跟NBA等相關的網站 這一球他真的灌得很漂亮 但灌籃只要沒進 動作再漂亮都是遺憾 這一球也讓人想到Vince Carter的死亡之口 但Vince Carter是直接飛過對手的 這真的是很霸道的一球 而Morane的這一球有去撞到艾神的頭 但整體的起跳高度還是相當可怕 這是事實 艾神的身高是6'8 Vince Carter的身高是6'6 而當年被Vince Carter飛過去的法國中鋒 WISE身高大約是218公分 也因為如此 Vince Carter的這個灌籃才會被稱為死亡之口 體外話聊一下 多年之後 Vince Carter也有跟這位法國中鋒表示歉意 這個舉動我個人認為Vince Carter做得相當好 賽後艾神在推特上發文表示 Morane差點用這個灌籃終結了他的職業生涯 這位年輕人真的太特別了 從艾神的發文看得出來 他還是給予Morane很大的肯定 對於艾神這樣的氣度 我個人覺得他很優秀 所以Morane這一關不只震撼了整個NBA 也因為這個鏡頭 我相信球迷一定會更認識他 如果這個賽季他持續有好的表現 甚至最後拿下年度最佳新秀 這個鏡頭跟他新秀年的榮耀 都會跟著他一輩子 如同當年Alan Iverson 換過Michael Ocho的Nacho 一樣成為經典鏡頭 所以Morane加油吧 我們期待你下一次的管籃 以上就是這一集的內容 希望今天的影片你們會喜歡 今天的影片在這邊結束囉 記得按下喜歡跟分享這部影片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給我一個事實來鼓勵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我是詹尼 我們下次見 掰掰唷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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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